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失蹤了七年之後 我們向法庭申請宣判你死亡 在法律上, 你已經死了 阿…阿翹一定不會讓你們這樣做 是我申請 簡單說, 由法庭宣告你死亡那天開始 你和Kathy的婚姻已經無限 你還可以有權向有關的人士 追討賠償損失 這位先生, 你貴姓? 偉一星 什麼事見到你呢?一定會很開心 放在這裡, 斬敗 什麼事? 沒了這十年 我才知道什麼是最值得珍惜的 不是, 我… 不要捉住我… 現在你正在搭小巴, 快到你家了 你準備下車, 你應該要怎麼做? 全車都沒有人下車 如果你不說話的話, 那個兆巴就不會停 那你就不能回家了 司…司機…又落… 對了, 始終你做得很好 好啊, 記住放膽去說, 不用怕的 Kathy有時候沒空 還是我替她帶蔥仔你在這裡 她跟我說過了 有 但我不知道你會來接子聰 令你誤會了 是我不好意思就真的 沒事, 子聰其實不太喜歡他來這裡 有時候他還會發脾氣 剛才我的鏡子趕不及 我心急了, 想強行抓他來 我還沒弄清楚打你, 是我不對的 別這麼想 你可以平安無視回來, 我也會開心 好 你行吧 我們下次再見, 你不用太擔心了 再見 再見 謝謝 你買的靚花瓶 謝謝, 先給你錢, 多少錢 下次我幫你買光源柱 再一次過計 好, 那下次計, 我先做事 好 阿翔跟我說 你雙腳弄成這樣, 是因為救我 他們救Vincent救你們 Vincent在哪裡? 沒有關係 我自己不緊不緊才會弄成這樣 幹什麼? 沒事, 我又不是鐵幫搵石 要靠黃金左腳 我今天可以走, 沒問題 無論如何 謝謝你跳到超過阿翔 還跟他每年去越南的雲角 一個女兒走得這麼遠, 很危險 多一個男人好一點 幹什麼? 我記得阿翔跟我說過 說你跟他也有去過那個荒島找我 其實也不是這麼難找的 為什麼越南當局出動了這麼多資源 都找不到我? 難道當中真的有什麼人類的錯 你這麼說好像有點道理 我發電話馬上趕你 你的嘴巴… 沒事, Vinson不知道我帶子聰過來 他誤會了 你們家長可以進去跟子聰一起進行治療 爸爸、媽媽, 進去嗎? 去哪裡? 去哪裡? 子聰, 你現在要快餐點 想買漢堡包吃 而你爸爸負責做收銀 你應該要跟他說什麼? 子聰, 你很想吃漢堡包和薯條 你去到收銀機, 你應該怎麼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也很正常的 子聰一向都有社交恐懼 對著陌生人就更加不會主動溝通 那他才來這裡幫他學習 我是陌生人? 其實子聰已經好很多了 給他一點時間 這些都是Katty向法庭 晴晴宣告死亡的文件 算了吧, 你查不到什麼有問題的 阿翹就是拿著這份官方搜索報告 向法庭呈呈 如果當中真的有人為失誤 就一定可以找到, 是不是? 你今天說話很流利 你也知道這份是官方的正式報告 他送來法庭之前 一定經過很多有關的部門 嚴格的審客 嚴絲這麼嚴, 怎麼會讓你找到的問題 不代表我找不到 好, 首先讓你找到 申請索償打官司 去越南又要水腳, 通通都要錢 Kathy她去年才清掉財務公司的錢 她在我這裡工作, 找不到多少錢 是僅僅夠生活費 阿翹就是為了我 所以欠了別人的一身債 馬律師, 你上次跟我說 如果真的發現有人為了失誤 我可以追討索償 是, 那你慢慢找吧 撿到寶就找我吧 又…我找到馬律師 對, 這裡有說 由於越南有超過三千個不同大小的島嶼 警方人手不足 就徵用過漁民來搜索 在2010年3月, 由這個遠丙 遠丙為首的搜索隊 在我的島嶼附近一大海 也沒有發現到有東西 那你就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有去到那裡 有上過你的島 沒有理由發現不到你, 是嗎 是 但是反過來, 他們真的有去你的荒島 是你沒有發現到別人 不可能, 那傻子天天天守著沙灘 他也想有人接他走 所以當中一定有人為了疏忽 或者有人全心造假 聽你這麼說, 挺有推你的頭腦 因為這件事, 當年的報告 只不過聽到他們搜索隊一面之詞 如果加上你現在的口供, 可以作推斷 因為他們的證供確實有點瑕疵 那就是說, 如果這件事是他們的任務 我就可以憑著這一點 向他們追蹤賦償, 是嗎 當時搜索隊是一個叫遠秉的負責人 他一定在越南 除非你肯再去一次越南 你要再回越南? 十年了, 你在那邊還不夠辛苦嗎 他還有沒有餘黨, 你不知道 不要了, 這麼危險 你不要回去, 你不要去 你不要回去吧, 你平平安回來了就好 多一事, 少一事 是呀 媽, 熬過了十年, 我什麼都不怕了 我這次去到越南 如果真的發現有人為失誤 我就可以追究責任 到時候就去追討賠償 這是我為阿喬和兒子可以做的事 對, 大手支持你 現在你去追討自己應得的事 不過去越南也有些花費 你不夠大叔借給你 那不是不錯的 你不是家人, 我現在進房子拿給你 我那頭叫他不要去, 你現在叫他冒險 錢他不賺快, 我讓他幫忙 你真是別慣了, 你不要去 不要, 這麼危險, 不要去 沒事… 你幹什麼, 你幹嘛推他去越南 之前叫他給他一本金錢 他不肯給他 現在這麼好死, 把他的錢借給他 現在他要追討賠償 隨時拿到一千幾百萬 現在我只有一段少許水果給他 到時候就拿回一百幾十萬 都不過份了 謝謝 Vincent 阿Q 我聽師父說, 你好像想回越南 是嗎? 是 我有話想跟你說, 來 是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要去越南追討賠償 因為這樣就是揭發當地政府的失誤 這樣會很麻煩? Vincent, 其實事情過了這麼久 人生還有很多路要走 是不是應該放下過去的事 積極地向前呢? 我找了在山洞十年, 足足十年 我想通了一件事 我被人綁架 不是純粹因為我不運氣 而是因為我當時做事去得太盡 我弄得人家要去綁架我 在這方面, 我要負責任 但是如果被人困住那十年 真的有人為失誤 那你個人也要負責任 如果我不去為自己討回公道的話 那我又怎麼可以放下過去 繼續向前走呢? 我明白 但是如果你回越南的話 你要面對的可能是錯失的政府 警察, 甚至是有勢力的人士 那裡始終是別人的地方 他們不會對你客氣的 我不管這麼多 過去那十年 你不是一樣去越南找我嗎? 你也不怕危險了, 我怕什麼危險? 但是你剛剛才回來 也不急再過一時而已 阿翹 我很幸運我可以回來 但是我回來 我看見你們母子倆這樣 但是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這次去到追討賠償 無論有機會是幾個渺茫 我都要去試 我不可以繞上雙手 什麼都不做 我知道我沒辦法說服你 但是你身體剛剛才康復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自己一個人過去 你真的要去的話, 我陪你 你去消費 你去嗎? 上屁股 你沒事吧? 沒事, 我沒問題 其實我們是不是不應該 瞞著黎景觀雷越南? 他叫我們在香港 如果是炒院, 拿消息會通知我們 如果有人為失誤, 真是他們警方 他們根本不會做任何事 阿Key, 你沒事吧? 沒事, 阿仁, 為什麼你會來? 我知道你來這裡, 我不太放心 我在這裡長大, 我打算怎樣都可以幫到你們 我對我最近都沒什麼事做 這次又要你來幫忙, 也不知道怎麼感謝你 別說這些 不過剛才那輛車好像特地想撞他們 那他是什麼人? 知道, 我說說 那輛車在那邊, 走吧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做 我們要去那條越川 應該就在前面了 應該就在前面了 有可能是非自己找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喝一口水 謝謝 你怎麼突然來越南 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怕你們兩個搞不定 我跟你說, 會叫我不要來 我知道你心底好 但你後來我還過意不肯 Hill 怎麼樣? 請問一個漁民說 阮兵剛出海回來, 現在在碼頭附近 大夫人有這麼多艘船 哪一隻是他才行? 分頭找, 找到再電話聯絡 好, 謝謝 謝謝 C9O 阿哥 Tracy 這個艾氣上面也不夠五十年歷史 沒用 做在中國? 沒用 這個碗剛剛我上星期才掉進海 我沒想到這樣也能撈回 你們真的撈垃圾嗎? 什麼垃圾, 我很猜 文物總是要夾雜煮垃圾的包大人 還不叫我包大人? 我是你堂哥 不是, 我記得你來我家住的時候 你剛剛在做爆升天 你還要整天在那邊 旁邊的那個胖子經常欺負我 翌日就跟我說對不起 你以為我不知道是你教訓 你不說而已 我真的可以去香港 要不然找到你們 我想我現在還是沒人沒物 不然只有一個 我覺得我爸爸去世 幸好你給我錢 不然我也不能去美國讀大學 你還好說, 我找到你也找不到 電郵又不回覆 那個電郵被JunkBan炸了之後 沒有再用了 不過我在美國讀完人類學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然後Dr. Kumo 說來越南打撈鼓船 我馬上飛過來幫忙 你知不知道, 這條船很好玩 有什麼好玩 那時候明慧弟是坐著這艘船 過來圖難南養的 跟著正和 七下西洋找不到 如果讓我找到, 她真的很漂亮 對了, 還在那邊名流青屎 什麼名流青屎?我還沒死 還有很多驚天衛姐 等著我們做的 那你呢?你在越南幹什麼? 好, 讓我猜 你在越南沒有親、沒有戚 又不是來探親 這頭又沒有名勝古蹟 不是你女友 以我美少女金田一的偵探頭 我已經猜到你是來查案 我做私家偵探當然是來查案 不用金田一才可以知道 你真是來查案嗎? 不如你跟我說, 很厲害的 你看我 小孩子知道這麼多事情做的 美女, 我在做正和 我做個事是歷史冤枉 你當我是留的嗎? 阿翹? 阿仁, 你去哪裡? 我們找到軟炳去哪裡? 好, 我馬上過來 你撈完垃圾之後 馬上回香港找我 這樣說了, 他就走了 這個不是之前哥哥說在找 但是死了那個人 怎麼會死而復生這麼搞笑? 我是華僑, 懂得聽你們的話 跟我說中文就行了 李先生, 我想問你在2010年 你是不是幫政府組織過搜索隊 出海搜索失蹤者? 是啊, 我當時是船長 是我帶隊的, 你是誰? 我就是當年你要找那個失蹤者 韋逸星 韋逸星? 他們終於找到你? 那就好了 你們現在來謝謝我嗎? 其實不是 我們想問你, 有沒有上過這個島? 有, 這個海域 我們一定是有搜過的 那你上過這個島, 有沒有找到有人? 沒有, 當然沒有 雖然我們是民間守守隊 但是我們都很認真地搜索 之後我們還要寫報告給政府 你有上過這個島? 為什麼你發現不到我呢? 你在那個島嗎? 不可能的 會不會是你自己弄錯了? 你知道越南這麼多小島 你弄錯了也不奇怪 我沒有弄錯, 我在這個島上 我很肯定你沒有上過那個島 你不信我, 拿行的紀律給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航海紀錄 裡面記下了我們2010年3月2號到8號 就是在這個海域搜救的 裡面所有的島我們都找過了 不能騙你的 不信的, 你慢慢看看 你介意我拍下它嗎? 隨便 謝謝 兵哥, 謝謝你 我們不妨礙你了 好 軟炳一口咬定又上過那個島 他也沒辦法 換句話我是他 我真的沒上過那個島 我死定了也不承認 不怕他真的有上過那個島 只不過沒人知道 整個搜集的過程牽涉這麼多人 如果有人不是錯誤的話 可能不只軟炳一個人 所以不可以集中在軟炳一個人身上 那你回酒店先商量 你們是不是查軟炳? 兵, 我有他的事可以告訴你們 好… 其實我最近經常接觸到軟炳 我肯定他有古怪 有什麼古怪呢? 我跟教授打撈古船 就是去查軟炳的船 他的船艙裡有一間房 是長期鎖住, 沒有人能進去 有一次我經過他家裡 他裡面的公司全都很名貴 完全不是一個普通的漁民那麼簡單 照你這麼說 軟炳可能真的不是軟炳一彈炳 那跟首歌的事件有什麼關係? 你們別聽他說了 我從小到大都喜歡看那些 什麼金田一漫畫 以為自己是偵探 什麼都跑去查, 一定這樣認真 你沒有證明他不可以否定我推測 阿喬, 剛才不是你拍了那些 航海紀錄的嗎?拿來看看 好 讓我看看 你看看 他在船上全部的字都要打風 唯獨這個 2010年3月6日 這些字真正很多 你才說他曾經改過這一天的學一記 是 Wingo, 給你回去 其實這樣真的不代表什麼 他或者剛好上岸才寫呢? 或者他找這個副手寫 那這些哪有寫的證據? 那既然軟炳是有可疑的 我們不妨繼續查他吧 餵死 你獅子裡面能查案 麻煩你現在給我回警局 為什麼要帶我回警局? 什麼事? 尼警官跟你說得很清楚 叫你不要再來越南 你偏要來 還說要查當年所謂的真相 你這樣做 是嚴重擾亂我們越南的社會秩序和治安 所以請你馬上離開越南 我不是擾亂你們的秩序 我只是想查清楚 當年的搜救行動有沒有人為失誤 其實我已經查出 你們的民間搜索隊的軟炳說謊 這麼多年來 他都沒有去過那個島 當時你還被困在山洞裡 你怎麼知道軟炳沒有去過那個島 那個傻子每天守著那個島 如果有人去過那個島 他一定會知道 你又不是他 你怎麼知道傻子那時候一定在海邊 況且你口中的傻子現在已經死了 你怎麼證明 島上的情況我很清楚 我沒說謊 你困在那一堆十年 覺得自己很不值 當時那些術金 你一直都找不到 所以你一有機會 就想作故事你握背唇, 對不對 不是… 不是這樣 因為你流露荒島實念 我們國家才會對你來 但是這次你來是悔生事 同志要我們社會的國家安寧 不是 那我們就不歡迎了 停手 李Sir 李Sir, 你沒事吧 韋先生是我們越南人的朋友 對他比較客氣 黎警官, 我們越南不是搞事 我想拿回公道而已 行了 你看看已經跟他說清楚了 總之, 所有東西都交給我們查 你們先回香港吧 不行 我們先回酒店 謝謝 謝謝 你好, 出席 好的 Max Max 來…我吃 上次卓興堂的工作 其實你之前已經有了想法 為什麼你不跟你的同事溝通 那又怎麼樣? 客人就行了 你應該明白我們在說團隊 就算你有多好的想法 也應該理會別人的感受 對嗎? 我的感受挺好的感覺 還是說一句, 客人就行了 Max 你上司 你跟我說話可不可以好一點嗎? 那現在我不好嗎? 我今次又跟你說早安 不安 晚安 生日快樂 Max…找到大哥了 對, 阿嫂真的去越南 你好, Vincent 你去了越南為什麼不跟我說話呢? 你要查什麼?我可以幫你一起查 就算我和你一起去越南也可以 好… 那你有什麼需要隨時找我好嗎? 好, 照顧, 再見 怎麼會這樣?回來沒多久又去越南 在越南十年了, 還回來幹什麼? 就是了, 他想查些什麼 我還沒說藥, Max… 就叫我去查吧 明神? 怎麼樣?警察有沒有說什麼? 他叫我們不要再查下去 盡法回香港 為什麼他們的態度變了這麼多 還要對我們諸多留難? 你相當客外 好… 你好… 剛才你們有沒有看到呢 大堂有兩個人怪怪怪的 一看到你們進來就盯著他 他們是警察 他們是來監視我們的 但是我們又沒有犯法 有可能我們已經得罪了人 我們一查阮炳就被監視 可能警方是包圍他的 我們可能真的得罪了有勢力的人事 未來或許我們會 有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 那就是證明阮炳真的有問題 明天要再去找他 整件事是涉及到警方的? 真的很刺激,明天幾點 我先調整男鐘 你不准他,事情越來越複雜 可能會有危險 我跟Vinson去,你把他去橋樓的酒店 你們倆來幹什麼? 我想找阮炳,有些事情問他 不知道,沒見過他 我跟你們說過 調查他們的警方工作 叫你們不要插手,借回香港 你們走吧,不可能就行了,走 你們回來就對了 快點看看Tracy 什麼事? 我知道你們不想我一起去查 所以今早我自己去漁村找阮兵 誰知被我發現,他被人殺了 你死了? 今早我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去漁村 打算潛上阮兵的船 看看有沒有有用的證據 誰知被我看到兩個人追著他 他還追到上一船 走 走 然後我馬上回到酒店 那時候你們已經出去了 是怨兵被人殺的事 我的電話掉了出來 我想應該有些有用的證據 那你認得過兩人? 是,其中之一個手臂上有個傷口 我看見潘警官的手臂上受了傷 不是他吧? 是警官 威師兄,麻煩你現在跟我回警局 是,其中之一個昨天有份 在咖啡店裡拉你走的 難道真的他們殺了阮兵? 不可能在這裡了,走… 剛才看到他們,又不提阮兵的事 你們為何要說謊呢? 就是不想我為了要追查當年搜救的事 所以要把我們的線索斷斷了嗎? 事情不會這麼簡單 如果是,他們不需要殺人 我懷疑他們是跟阮兵有不法勾搭 我們在查阮兵,可能怕我們去查他們 他們知道我們一直在查阮兵 會不會馬上就對付我們? 我們要快點離開越南,快點回香港 為了安全起見 我想我們會盡快離開這間酒店 看來沒有,不用過來找我們 難道真的來警告那些人嗎? 我估計要你拿藥給這個電話 所以你去了酒店 那他們很快會找到我們的房間 這樣吧,我拿這個電話去引害他們 Winson你到樓下拿我們的車 你倆不是在那些地方嗎? 不是, 適當時我會叫你們進來 那你豈不是很危險 我適當他們最大的目標 我會引開他們, 你去拿車 哪一事? 放心, 我會引到他們 你都在後面躲起來, 我引來他 來, 走, 走 阿翔和Trace呢? 我已經發了訊息給你們 但他們還沒下來 不如上去吧 不要, 阿翔 阿翔 那兩個女人在我們 想讓他們直接把阮兵的電話交出來 我會再接受你 阿翔和Trace被抓了 他們要我們把阮兵的電話交出來 這天最壞是我為了要拿賠償來越南 現在連累他們 別說這些, 你有辦法如何救他們 阮兵的手機一定有重要的東西 難道他就這樣交給他嗎? 沒有, 我們把電話交出來 可能他們會殺我的滅口 但是我們又不能報警 如果警方只是跟他們一夥的話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知道的, 他們真的沒辦法救他們 也不是沒有, 也可以賭一賭 師傅, 我再提醒你 那個客人比較古板 所以你玩的跳樓、跳降落傘 那些花生的事, 拜託不要用 你不想我想好嗎? 當然想 你想就別管我, 總之我有辦法想好 老弟, 不用擔心 這些是簡單的事, 師傅有辦法 我知道, 我只是想提醒他 那個大客人不可以得罪 什麼事? 行, 我立刻想辦法幫你處理他 Wincent, 什麼事? 那個會還沒開的 糟了, 大哥出去, 江湖救急 兄弟, 接著 阿啤, 閃光 康先生, 看哈利不可以就這樣進去 不如讓我幫你通傳 爸爸在哪裡 你幹什麼? 門都不敲就進來, 你到底上驗? 我打擊電話也找不到他 你一定知道爸爸在哪裡 你也挺有趣的 好人不上來一次 一上來就問我爸爸在哪裡 幹什麼?又賭輸了錢 要爸爸幫你填噴嗎? 我沒空跟你吵 你快點告訴我爸爸在哪裡 這麼緊張? 看來這次真的很糟糕 要爸爸幫你填噴 你以前不是說過 就算是黑石, 也不求爸爸 不如這樣, 你在我面前裝個黑石 我看得開心的 就告訴你爸爸在哪裡 你現在是不是在玩東西? 快點說吧 你倆兄弟在哪裡都在幹什麼? 對不起, 爸爸 哥剛才問我你在哪裡來 我回答不了他 他有點心急, 所以才會這樣 你別怪他 有什麼事, 過來我去訪問爸爸 你跟他們說一句而已 行了…你不用再說了 只是一句而已 我來問你 這幾年來… 你回家裡有多少錢 一隻手也送得出來 現在越南那邊十萬火急 你小時候脾氣已經臭了 現在就越來越怪 對, 經常玩這些危險的事 好像不想要命 爸爸, 我知道你在越南那邊 生意做得很大, 不是嗎? 你認識很多猛人, 對吧? 我還沒說完 你媽媽有病, 你知道的 上次跟你說好了 你說回家裡吃飯 他就親手把餃子給你吃 誰知道後來你沒回來 弄得他一整晚就睡不著 我知道你對我很多不滿 你要罵我的, 我遲些讓你任罵 但是現在有幾條人命 在越南那裡等你救的 救? 怎麼救? 他們現在招夜的可能是黑警 誰人誰鬼我都不知道 你教我怎麼救? 你教我了 照計劃進行吧 如果我進去之後 你看不到阿喬走出來的話 你就拿著電話走 好, 我怕你游了 我剛才當兵, 讓我進去 沒有, 原來是由我弄出來 現在連累了阿喬和Tracy 如果我這樣也不進去 我連自己也看不起, 在這裡等我 在這裡動什麼? 我上網看人家教的 這樣很快就可以鬆綁了 不要再動了, 待會讓他們知道 也不知道他們會對我們怎樣 為什麼他們還不是來救我們? 我現在就是擔心他們來到 到時候大家也會有危險 我哥哥, 你不用擔心 他好想你一定有辦法 我知道了, 你擔心Vincent 對, 隔了十年沒見 不過隔了這麼久也沒見 還這麼恩愛, 真羨慕 他到了, 出來 在這裡 在這裡, 住手, 住手 不要走 進去, 出來 兵 Winster, 救命 我的電話呢? 不要給他 你別說欺負女人 她的電話就不在我身上 你放了他們, 留下我做人知道 這件事, 我朋友就會把電話給你 你現在就是耍耍耍 你信不信我, 把他打扮 你殺了我們, 你一樣得不到我的電話 鑫 這就是你哥哥的朋友 我隨時可以把你們打扮 放開, 起手 原來你們真是黑人 我們只是想查當年有沒有人為失誤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們? 原來你們要查是與我們無關的事 但是你們繼續再查下去 就會查出軟壁 當年很多不見得光的事 你們知道嗎? 我早就叫你們盡快回香港 是你們不聽而已 把電話拿出來 打給洪爺 洪爺, 阿冰的電話已經在我手上了 這些人怎麼處置? 收到 洪爺說把你們一個個都打扮了 不要… 洪爺, 別開槍了 你不是黑警嗎? 如果是黑警, 一早就丟給你們 你趕快走 你不是黑警嗎? 你沒事 слушjer 好 猶豫着你与我不相争 随头便志气消沉 愿意在暗处有一把声音 吹促我加点信心 喜欢你 才投入认真 不是只是你 暗示没法一气 就算收不 都想好营找你 但极都不放弃 始终可及你看得起 随时你又爱就又想悲 但我更加想亲近你 带着了好奇 你探索我